临摩清泽 临摩清泽 这位藏匿的洪教老 1991年原籍的 他是把宁玛 就是洪教的一些老的教法 重新衡扬 和洪洋于布袋的事件 他大概的介紹 当时他是想去归隐 但他老师不让他归隐 他听他老师的话 然后开始传古葬礫 在布袋他成为最被尊敬的 后来成为拉拉拉拉的老师 拉拉拉是皇教 他很多事实上传古上 都是从宏教里面找老师 他非常強調修持與日常生活合而為一 事實上任何的佛教或者宗教不講這個東西 事實上應該就不是正法 所以說一定要講生活跟你的修持合而為一 我們知道在大概十年前 那個時候曾律於哲學家時常教書 那個時候寫的作者是一家馬修里卡德 他是一個法國很有名的政論家的小孩子 然後他是一直念科學但是念了國士 當時甚至人家認為他可能會進入生物科學領域 拿到諾貝爾獎 結果他突然決定上山跟藏地去修行去了 然後消失了大概二十年 然後回去跟他爸爸對談 這個對談就變成曾律於哲學家 哲學家就是他爸爸 就是法國非常有名的這個政論家 然後曾律於他自己 那他呢寫完這本書之後呢 事實上被拿來把皇上派到美國去 跟美國的一些學校做實驗 所以對這個人類的科學進展還是有貢獻 只是這個腳步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馬修里卡德 馬修里卡德他的老師就是民國親子 那當然這個奈森參與丁乃祖祖父父也是拜這個師父的 他是1991年元寄的 所以他們基本上這個葬禮都是 我當時進去的時候也是李馬也是弘教的 也是這個蓮華盛大使做我們的本尊 所以由這個蓮華盛大使奏這些都要學 這個吳律蔣老師呢是廣東人 那他的傳遷是從這個西康的這個諾納府主持來的 而諾納跟這個漢人很有緣 那當時呢他是在這個從這個東藏的地方到這個中原來傳訪 然後當時有很多的這個國民黨的政要員 好像聽說包括戴基陶都跟他學 那當然我們的吳潤章吳老師呢 那個時候也是年輕人嘛 然後剛進入黨務 然後他就跟他以後就決定不走這個政治的路線 而走這個傳訪的路線 然後他就開始閉門修這些聯邦大使法這些 然後到後來就大陸1946年之後呢 他就到香港 然後從香港傳訪 然後到台灣來了很多次 那主要很多次都到清華大學 那我自己是清華畢業的 所以基本上跟他的原本是對面見起來的 那他們的內容啊 他教法的那種一心善官 六根歸原這些 那心善官裡面呢 這個事實上是天台中的說法 裡面有甲官、風官、中官這些東西 那 有哪些學生呢 我就講這個南京這個諾納金社 就是梁志敏跟惠華 梁志崇也就是梁奶崇老師 是清華畢理系的老師 王守義也是清華畢理系老師 當時的理事成理校長 做這個手指四字以及這些器的東西 事實上他們兩個也都有財力 那當然還有陳國正老師 陳國正老師也是我們的理事長 做過我們的理事辦 然後余紀平老師 我是進這個人派是經過余紀平老師的派 現在他是清華和工科學院的院長 那陳國正老師當然 長期跟我們都有緣 對 經常跟我們做演講 他現在還在教這個中醫的這種 所以這些人都是跟這個 華藏上司有關 那陳國正老師很有意思的是 在華藏原籍之後跟他有緣 他是從定中跟他交往 所以這是這種事情 你在這裡遇久了 你就遇到很多的可思議的事 然後呢 事實上我們這個會 為什麼當時理事成在1996年會成立 跟這個有關 因為他前六年 元絕文教基金會 都在辦著科學與佛學討論會 我就一直有參加 所以因為那個姻緣 然後到後來 在那個陳國課裡面討論科學與佛學的關係 到後來才慢慢就成立了這個會 所以這些都是有很好的姻緣 然後我提到這個王鳳怡老師 王老師 這個王老師 王老師 他是這個樣子 他在那個廟裡面的賽事 你會看到王鳳怡言行路 嘉義路就是這些 他是我講的 就是黑夜見白玉 其實這跟這個什麼 保羅啊 那樣是 這些人很像 然後 這些人也不是什麼宗教的什麼人 但是因為他非常的專心 然後他的那個善念又非常的強 所以他得到 然後呢 他在東三省 他沒有唸過書 他沒有唸過書 卻成了影響 非常有影響的教育家 宗教人家 實踐者 他獎定 他勸贊 他渡人化石 四十多年 一直到1937年 他才過世 還特別去辦女學 所以很多女士 得到他的很大的幫助 因為當時女士是受這個歧視 那 我講台灣 剛好他就在健康國家附近 有一個萬國道的總會 他們還辦幼稚園 每個禮拜都辦活動 大陸有這個劉友生 事實上 下時間是你們來參加這個 這一段演講 把我們那個 馬佳龍馬老師 是會來跟諸位介紹 那馬老師呢 他會給諸位的DVD 那個DVD就是劉友生的DVD 劉友生他在大陸傳 他也是 劉友生非常奇怪 類似於這個王鳳爺老先生 他也是農民 二十歲患絕症 他就是人家給他介紹這個 王鳳爺的方式 叫做性理療病 他從自己做起 欸 居然這個絕症就治好了 這非常奇妙 然後他開始 用王鳳爺同樣的方式去講病 他的DVD就是介紹這個講病 你就看到那些 就是比較單純的老百姓 因為他一時想不開 或什麼 他的情緒 他的意念 具體在哪個地方 他的病 然後你 當劉友生跟他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看到這些人打哭啊 或者什麼 哭完以後 很多病就好 這是很奇妙的事情 那這種簡直比這個什麼 這個氣功還有效 有的時候 但不是全部都是 這樣子 所以 他是說這個 心 是萬病之源 那當然不能一概而論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大概是這樣 虛雲也是不得了的一個師父 他一百二十幾 一百一十九來二十歲 才 我剛剛解一下 雷九 才原級的 那他是結合禪宗天台 天台又是一性善觀 我們剛剛就提到 所以就看到 所有這些 這些門派 都會講到這些東西 只是他們用的 不太一樣 那 假設你 了解這個 宗教和門派 了解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會對這個外面 宗教的什麼 衝突啊 一笑置之 甚至就是 不屑一顧 那當然 這個 這個 一般的這個 宗教 往往說 他是獨特啦 他是唯一啦 或講這些東西 事實上去看多了這些東西 真的是 可能要笑一下就是 不要太嚴肅 有關這些說法 他是以禪宗物 天台中 進階 因為他在這個 在山上 修這些東西 修的奏苦無禪 然後呢 好像也沒有什麼 真的什麼 這個 這個 成就啊 有個 好像 三十六點啊 你應該去 找這個 天台中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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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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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的事情 其他事實上 你不會去做人啊 這些 所以他 他去跟天台的事物學了以後 慢慢慢慢自己的心境 有些轉變啊 做一些 開始 就有些 很 就說特別的事情發生 那當然到了這個 二十世紀 然後經過這麼多戰爭 那他也都是 這個 非常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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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 主動戒律啊 這些 那 終於在 這個 1949年之後 他受到一個 很大的打擊 那這個 叫做雲門事件 那這個 書上也都有 基本上 就是 招吃魚之樣 那 很多的 這個 地方的混混 他打了一對 然後他 基本上 就是 身體受傷很多 當然這裡面有很多 奇怪的事情發生 所以他 這個 地質有階級啊 這些 我們在那個 十曼三十七期啊 這些書裡面 都會看到這些 比較特別的 這些 經歷 那我剛剛也講了 他這個 這個 地質其實蠻多 影響很大 到今天 不管兩岸 都有基本上 他的地質 那 這是他自己的 真實 他自己的末寶 他寫的 因無所著 就是 神奇心 那這個 虛呢 這些 這個 法語 我是錄了兩段 為什麼 錄這兩段 因為裡面有講 喜氣 我們不是剛才 有講嗎 這個 為什麼 這個 內觀 內觀是在做什麼 內觀是在處理我們的喜氣 所以 假使你的毛病未除得盡 生死必然難逃 這個 我們還沒有想說 要逃生死 但是 即使是這樣 我們很多喜氣 其實上 我們自己都受不了 所以這個 這個喜氣 要怎麼去除掉 這是很重要的 總共有個方法 那 我只得了解 基本上 從內觀入門來 比較容易的 那 真心為無 家之寶 這句話也是 非常非常重要 他後面又講到 喜氣 真心自願 自佛即正 當後來禪中也在講 這些其實是很簡簡單的 一個 圓滿的自然的狀態 但是 因為我們思慮比較多 我們往往就是說 要去把這個喜氣先斷了以後 才能夠了解到這些狀態 那當然 跟新高位人馬上就了解了 那 那最近我跟這個 烏山禪 其實他的這個 弟子的弟子 有點緣分 那我就把他的這個 這個 這個新法寫在這裡 叫生意之法 妄以我法 與眾何何何 放下福體 這些話 實際上非常有意思 我們等一下再看 一些 我剛才講 一心三觀的關係 就是說 基本上 你那個心 真是要真心 真誠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後呢 你把我之去掉 然後與眾 事實上 前面兩個都是在講 你內心的功夫 這個東西 別人看不到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但是 當你遇到 別人的時候 與眾何何 你跟人家 是不是能夠和何的時候 你就看出 你那個心是怎麼樣 所以 那個當時 假如你那個 那個真心 不在的話 你事實上 是有這個動機 需要做什麼事的話 你在與眾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出來 你就不能與眾何何 所以呢 最後呢 你還要把這個 整個這個法 或者說你在修行啊 這些東西都要放掉 所以就要放掉他 所以這個很有意思 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 事實上所有的這個 主要門派 都是這樣講 只是它的說詞 不太一樣 好 這個就是 我們下十二月 我們可能去 這個南投大明山 去拼的 這位 這位老先生 現在九十五歲 他的俗名就是 吳宗信 新華納修畢業 1938年 找得很 每天我們三月去的時候 這位九十五歲的老先生 站在那邊跟我們講法 講了兩個小時 對吧 氣不喘也不累 用我做 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 這種人真是修行人 你看他是道家的 他不是這個 張天師這一派道家 他原來是台電的工程師 跟孫運璇是同好 所以他那個輩分很高的 不是宗教 就是他講的 沒有對事 不分你我 找尋自己 就是自然之高 這是他的話 他基本上 講這些話的時候 你就看他基本上就是 行運流水就這樣來 但是很奇怪 怎麼有這 講話 那麼 那麼 我給他 給你們看一點 從頭到尾都是他這樣 一起喝什麼 根本沒有那個書 這樣子 就這樣講 他還有一些什麼 比如說 靈人乃滴 深化之源頭 這些 這些可能字比較 艱深 我們都不用時間再講 比較細 我只是把一些 重點 天道人道地道 它裡面內容是什麼 這個 無為無師無為 我把它寫在這裡 是因為 這幾句話 你等一下會再看到 所以看到就是跟一心三觀 跟這個新的這個奇蹟課程的西方基督教的東西有關 因為都在講同樣的東西 那我現在 先讓各位看一下 那天 我們三月十二號 那個時候 王老師也在那天 聽 剛好聽到了 白羊老人講 道德經 一八章 上山落水 他這個 從頭啊 講到後來 行運流水 就這樣子 走路沒有拿任何東西 就這樣子講 前後還有壓力的很多 然後他說 動念 看到沒有 內在興起 動念開刺 常乎納豆 任人是非 這就是沒有刺激了 你任人是非 因為你沒有刺我 你才能夠任人是非 要不然你早就活貌三眾 永不忠實 全無己心 又是代表自己 好事柔弱 實則包吾 更要 什麼 無心 然後他在講 方德穿越無死時空 回歸本然 契何無死 穿越無死時空 這個東西 我們去年在講一個 卡拉蜜的東西 或者講一個 Tiller的東西 他說那個東西 是什麼境界呢 與化萬物 靈性同體 共振共鳴 因此之故 共振我們在王位宮裡面聽到 對不對 那共鳴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一個境界 它就是說你的心到一個境界之後 你把這些事情都可以憑想到 其實你在佛經的最深的中間裡面 你看到類似的東西 然後其他這些東西 什麼神聖先佛 遊魂野鬼 一律平等 只有醒悟 你其實 假設不行悟的話 你還是 這是你在一個 這個 不是一個最終的境界上 一律平等 好 這是 白雅馬人講的 道德經的一部分 好